睡觉 叔叔 我刚刚听阿姨说 您得的是兼斥性肺炎 是啊 其实这些年啊 我的病供值得很好 所以才会答应 得了流感 幸亏这一关就算穿过去了 这病我知道 我朋友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他爸爸也得了这个病 好像是换了费 然后就好多了 这边的医生 也一直建议我换费 可是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也拿不出三十万来 可是支伟 怎么突然 寄给我三十万块钱呢 你说支伟给您寄了三十万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他在国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 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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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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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 好 好 愿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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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 Bom 好 好 我下study 你 好 好 后行 我 还是管登记结婚 爸爸 爸爸 我想抓古迪 别跑远了 来 慢点 慢点 别摔着 阿皮 阿皮 林小姐 你是 我是左飞 左飞 机场 佩琪 佩琪 是你啊 你 你怎么还堵到我家门口来了 警察同志给我打电话 把您的事都给我说清楚了 这不是误会 一场误会 误会 就因为您这一句误会 我在机场被盘望了三个多小时 还有 我从日本到上海市来找我男朋友的 怎么到你嘴里我就撑人贩子了 你们别生气 本来昨天原一就让我向您来道歉 这是原一送给您的礼物 您务必笑纳 笑纳 李小姐 还有 就我那天给您 拍了那案底 不 照片 已经让我永久地删除了 好 再见 姐姐把这个乔治啊送给你 让他继续陪着你好吗 还不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去玩吧 好 真是不好意思 左飞先生 您真的太粗心大意了 机场那么多人 这孩子外有一个三长两短 谁负这个责任呢 就是 还有 我看得出来 这儿叫袁依依依是吧 这袁依依看就是平时没人跟她玩 典型的缺少陪伴 你们得多对她上点心 您说的这些我理解 我这不是平时工作忙吗 我觉得你再忙了 也得挤出点时间 多陪伴孩子 没事 你也跟孩子她妈都交流交流 姐姐 我没有妈妈 好 雷小姐 您先忙 忙不打扰 来 丁依 跟爸爸跟家 好 祝你再见 志伟呀 小潘今天来了 我没说漏嘴 你爸也不知道咱俩通过电话 我都是按你说的 不知道你在哪儿 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 你有什么事非得瞒着小潘啊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我这边有事我先挂了 来 志伟 姐 朋友们都在等我们呢 李小潘 我给你打这么多次电话了 你怎么都不接呢 带你 带你 你看啊 跟我一起深呼吸 不 你 你拿刀干什么 做饭呢 做 做饭你在哪儿做饭 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在嘟嘟家呢 我来上海了 什么 你 你去 上海 你去去去去 别跟我开玩笑 你的护照我还给你拿着 你就在我下边 你怎么可能呢 你看你 你看你 你趁着偷我护照了吧 你 咱们是偷啊 我是暂时替你跑滚的 行了 行 行 我不跟你计较了啊 这事咱们俩就算扯平了 不能 扯不平 你这么大的事情 你突然跑到上海去 你根本抢不到 跟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也是吗 你咋回事吗 我当然能想到啦 我前天一到这儿就喝醉了 然后我紧接着 就去朱家角 找周志伟爸妈了 所以 这边事情太多 就没跟你联系 我跟你道歉老爸 对不起 你呢 好不好 李小太 我这么来呢 你还是去找那混蛋了是吧 谁 谁 谁啊 谁这么跟你说话 爸爸 你看这是嘟嘟 李叔叔好 我是嘟嘟 嘟嘟 你好 一会儿再给你算成 我听明白了 你嘟嘟的立场 跟我是一样的 这我就放心了 闹了半天 你是跑朱家角 去找周志伟吧 那你找着那混蛋了吗 没有 我 他爸妈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叔叔我跟你说 他们家都是一丘之鹤 他们一家人 当然穿一套裤子 不是 爸 你别听他 他什么也不知道 胖胖 你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好啊 你是要把老爸憋着原路是吧 叔叔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们每天在小胖子上海 好吃好喝的啊 享受美好生活 锅里有周开的 爸 你放心吧 我我我没事 我又会好好的 你就别为我担心了 我 我觉得啊 既然你已经到了障碍了 那索性就吃好喝好玩好 过足最瘾 赶快给我回来 赶快 我不 我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 我干吗呀 我怎么也得把事情弄清楚 再回去 那 那你不回来也行 你把钱先还给我 把钱还 把钱还 你看你 我就说吧 你根本不是真担心我 你就是为钱 行行 我不跟你说话 不挂你 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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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去上海了 本来想着 问问他父母爸 有什么线索 结果他一个字都没有能放通 我今天才知道的啊 就在我把风纱弄坏的那天晚上 他爸突然病危了 他几几天还给家里打了三十万呢 就凭这一点我什么都能理解他了 三十万 日元还是人民币啊 人民币 他哪来那么多钱啊 你俩之前穷得连两百万日元都得倒数借 他怎么突然有了三十万人民币了 他干嘛了 雷盛 贩毒 抢银行啊 不不不不 不知道 他要是真有这么多钱 他干嘛不赔婚纱啊 他肯定是离开你之后 才赚上这三十万人民币的 赶紧好好想想 有什么出司马进去啊 你知道 现端端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爱情呗 错 是钱 周志伟需要钱领的大治平 我需要钱还我妈 得有钱 有了钱 我们才能享受爱情 那你打算怎么挣钱啊 先吃 先吃 高总 招收费全收到了 对对对对 保洁啊 保洁费二十万 二十万 行行行 我帮你找人想办法 一定搞定一定搞定 好好好 谢谢你谢谢你啊 好 老板远菜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您再往后点没事 我没那么烫 大哥 大哥 你刚才说要找保洁的是不是 我就是 你是干保洁的 这张细屏那时候做什么保洁 别闹了 我 我真是 我们 我们是现在化的保洁公司 效率高 而且像你说的 踏实 要不这样吧大哥 他这二十万 那我就帮你做一下 反正 这不是这缘分吗 吃个夜宵还能吃出胜利来啊 那咱俩也非亲非故的啊你说 大哥 这事要是顺利完成 我发你一成的终意费 亦想卡 behind them 他现在还要他 就说しい 走开 来 来 这这个大赛呢 总够五层 这边呢还没装修好 好 过两天就差不多了就 基本情况你也了解了 怎么样 一个礼拜能完成吗 没问题 我们的特点就是按要求办事 你要求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那行 那咱们说定了 好 下周开工 好 没问题 那个 我请问一下 咱们什么时候签合同 签什么合同 我大厦不是在这儿呢 我也跑不了 这样 我先给你医院定金 我们这儿活多的事 你要是完成得漂亮 咱们可以长期合作 好嘞 谢谢你啊 你来看看 我先忙 行 你放心啊 好 放下 不怜 你这孩子放下回不回来了 太女朋友了 阿姨妈 您好 您好您好 就这样 有一个刚装修的大厦 需要保洁 我也需要很多人 就干一个星期五天 你们行不行 那你给多少钱 两千块钱一个人 下周一就可以开工 刚装修的大厦 活可累了 这样的活是不是不管住学 不管 那得加钱哪 两千五 还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 那打扫大厦 不能到别人家打扫轻松 还是一刻不得歇的 再说了 我们也不愿意打短工 行 你们要是卖力的话 两千五就两千五 行不行 那我去吧 行 那你们还有什么同乡和姐妹 都可以介绍给我 我是需要很多人的 你要需要这么多人的话 不如去那边拦截中间所去问问 对 拦截中间 还是快快快快 您放轻一点啊 轻便放 你小心点啊 来 放这儿 小心点 你一定要放 对日有严重洁癖的家庭 我们做家政份 一定要做到 一丝不苟 一尘不燃 一点马虎都不得有 你选了吧 可是他们家太太 经常掉头发 一定都是 怎么办呢 头发 头发 丝维套在扫帚上 你用精念自动 细服会适合头发 对 请问蓝姐在吗 蓝姐 那位气质型淑女 谢谢啊 请问是拿剑膀 我叫方蓝 来 请喝水 你怎么那么面熟啊 不可能吧 是啊 应该不是 那是个日本人 我跟保姆啊 培训过好几批 用过一段视频 上面是个女孩子 教人家怎么整理抽屉 那女孩子跟你长得 是一模一样 对 我以前是录过一些 关于收纳大法的视频 还是挺活的 真的 原来那个女孩子 是你啊 我也还是日本人 原来是我们中国女孩子 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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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姐 还是你的粉丝呢 蓝姐 您过奖了 我其实就是学那个 收纳天后 镜头玛丽会而已 哦 镜头玛丽会 你知道 她是我偶像 奇怪吗 不奇怪 那也是我偶像 这位是 我叫方洛普 我们公司的员工 我是她儿子 这家公司是我们母子俩 一起打理的 李小帕 李小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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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聊 我们接着说 是这样的 蓝姐 我今天跑了大半天 就是在找保洁员 因为是一个星期的活 所以人特别难找 我 我连终点工 都给准备上了 所以我想来这儿 问你一下 您还有人手吗 你是找对人了 我们开的就是 保姆家镇中介所 所以呢我们这里有 专业的保洁人员 真的 太好了 这叫什么来着 踏破铁铅密处 对 得来全部费功夫 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管家之星们 我们经过了之前的 突击培训和任务分配 为这次任务做了 充分的准备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呢 都比我有劳动经验 所以你们在岗位上 我非常放心 在这次工作中 你们要是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随时跟我沟通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完美地把这座楼宇 交到客户的手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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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辛苦了 阿姨 小范 你怎么来了 我再试茶工作 给 咖啡 谢谢 但是阿姨都没手洗呢 你先拿过去 你去什么就去 让他们先干着 都累了好几天了 歇会儿 慢点 你知道吗 我最近啊 真的是每天忙到晚 虽然辛苦 但我觉得特别充实 是吧 刚来上海的时候呢 心里还空牢牢的 现在一工作起来呀 我就踏实了 而且我对未来 充满了希望 你知道吗 那工头说了 他手里有很多项目 只要我做得好的话 以后跟我长期合作 到时候我提前请你 这大餐真的呀 少怕你说你这刚回上海 就这么多好机会 怎么上来 加油啊 我等着你的大餐 我听说你这工具 还没说话 你这个地方 你这工具是不给你 你这工具是不给你 我已经找到这工具 你这工具是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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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 我不在你不要准说太多风流战啊 这怎么说老爸呢 我现在只有一个情侯 那就是上辈子的情侣 我的宝贝贵妮去 爸 你不要这么肉麻好了 差不多了吧 该回来了 我在上海能找到工作了 我暂时就先在这边待一阵 林小畔 你 你爱你这个重色情迭的丑闻眼啊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的啊 为了一个无情无意的外人 你就忍心把老爸人给不管 可这屏幕都能感受到你喷我 爸 你能不能不要总 一秒钟切换那个怨妇模式啊 你看我也没说不管你 我就是暂时 暂时 暂时 暂时也不行 我不管啊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 回来立刻 二 回来马上 如果你不回来啊 你永远别再回来 你回来我也不见你 就当我没生过这个鬼 好吗 要不咱们就断绝妇女关系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 你说的你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的 你别后悔 那后悔是狗 好 林桑 那林小畔从此以后 就跟你断绝妇女关系 永不相见 永不反悔 你跟你拉钩隔着屏幕拉钩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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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大家辛苦了 这个活呢 今天就顺利完成了 非常感谢姐妹们 这个礼拜 把时间调到这儿来干活 啊 小畔 多的我就不说了 大家辛苦这么多天了 回家好好休息 别忘了下周到公司结账 好 谢谢大家 说得好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赞吧 大家回去吧 咱俩里面记得叫我呀 肯定的 你放心吧 到时候女朋友 好的好的好的 辛苦了 谢谢 你的活我已经放在心上 到时候我找你 慢点啊 请问这有分事 问你再介绍吧 好 您手拨打的电话 一万七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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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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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小畔 蓝姐 我可能要倒霉了 我一直给那个马哥打电话 她一开始还说要来 然后就一直拖 拖到今天 她干脆 干脆就不接电话了 她是不是要赖账啊 别着急啊 儿子 儿子你过来过来过来 快 小畔 小畔 你用我儿子电话 没没没 给这个人试试看打打 好 马哥 我是林小畔 你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呢 我们都做完了 做得干干净净 物业也验收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结账啊 可是你不是说完工就能结账吗 那你给我一个期限吧 马哥 马哥 你可不能抵赖啊 我们这 喂 喂 喂 她说她也没拿到钱 说下个月 月底应该能结 说到时候通知我 小畔 你 你当时签合同了吗 小畔 不着急啊 阿姨陪你啊去找他们 你把他们公司的地址告诉我 我让朋友也查查这个公司的背景 好不好 对 这电话也有 跑不了 放心 我没 我不知道 我是在吃龙虾的摊上认识的 来 喝口水 谢谢 搞清楚了 那家商场的装修 是一家叫空的设计公司承包的 空 对 空气的空 你听听 一听就不会好意 专给别人开空投支票的 地址在哪儿 地址在那个淮海路 我想好了啊 回头咱们一定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 是 的 都是 这个 是 有 华佳 一直喝 在自己公司喝成这样 合适吗 能不能花点心思在生意上 佐飞 我是江洋 简安大道 我告诉你啊 我左飞是个搞设计的 不是个做生意的 是不是这样的事 你干不就完了吗 能跟人谈生意吗 您好 请问左飞在吗 那儿呢 谢谢你 这我 左飞你真不能这样 我告诉你啊 你家里还有孩子 左飞 谁啊 跟我还钱 我还钱 还人家 我还 你谁 你要干吗呀你 你欠人钱了 我什么时候欠人我钱啊 你傻子说 我不管你是谁啊 你要是想额钱 我现在就报警了 别报我 别报 别报 林小姐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呢 认识 认识 认识个陶 他就是个骗子 你说 认识吧 你赶紧给我还钱 明白了 林小姐 你别闹了 你 你先 你先 松开 你说 咱俩十分之间 有什么误会啊 没什么可误会的 你今天冷老实实 不是把二十万还给我 要不然 我坐这儿不走了 不是 不是 你看你这说的不讲道理 我什么时候欠过你钱啊 我们都好长时间 没见过面了呀 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 你看你装的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你是个无赖 无赖 你们快来看看啊 你们公司老板就是个无赖 都干什么 别 别 别喊骗 别 别 别是吧 别 别 别喊骗 这我是公司老板 那员工看着不合适 你先冷静点 待会在外面呢 二十万呢 你一冷静都给我看看 哪儿又蹦出个二十万呢 这从何而来呀 二十万呢 你不要在这儿喝了 就这 干什么你 你放着我 放着我 放着我来 要先上个钱 你先问这点是我们的 二十万呢 行了 行了 怕了都工作了 行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那个 嗯 到底遭遇什么了 你问我 我问你心想 但是 我先 醒酒 好好想一想 我猜 林小姐 你怎么来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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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呢 来 林小姐 昨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喝大了 我的副总告诉我你来找我 我对保安 对你做出的那些过激的行为 表示真诚的歉意 你别在这儿虚情假意的 告诉你 今天你赶不走我的 你要是不把那十九万付给我 我今天做鬼也不放过你 十 十九万 不 哪儿来的十九万 你怎么越说越糊涂啊 你在这儿装什么疯 卖什么傻呀 那么大一个商场 我给你做完保洁了 说好的二十万 我就拿了一万块钱 剩下的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谁家的规矩啊 商场破洁 谁找你做的商场破洁啊 就那姓马的 戴眼镜那个 姓马 老马 林小姐 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误会 按照合同啊 这个开光保洁 是由施工方来付的 而且这笔钱 我早就打给老马了 你撒 撒谎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 我有必要跟你撒谎吗 你要不信 我 我上楼给你拿合同 你回来 坐 我不看你什么合同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那你把那姓马的叫过来 我们当面对质 我实话告诉你 我也找他呢 电话都打了十几通 现在已经停机了 而且我的质检部门告诉我 我们的工程质量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这样 你要能找到他 我谢谢你 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到时候我给你包个红包 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行 我这儿还有个饭局 今天不能陪你了 如果你明天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你可以继续来找我 我先走了 董董 不端飞啊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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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董 这招应酬局不适合我 再说我昨儿的酒还没醒的 几点了 我也见孩子 要不今天就算了吧 不行 不行 今天这局就是为你组的 你走了我怎么交代 钱总的项目还要你不多帮忙呢 等等 等等 别急 就是啊 董董 您可不能走啊 今天我们可要一醉方休啊 是啊 那这么着 董董 我给家里先打个电话 成 你们先坐 等我回来咱们一醉方休 好 好 好 快点 等你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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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喂 妈 原因呢 已经睡了 我这边有应酬 实在走不了 这样 我一办事 马上过去接他 好 紫辉先生 我真是佩服你 你真是阴魂不散 都追到这儿来了 怎么样 人找着了 我找不到他 我只能找你 我白天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你现在找我也是无济于事啊 那你总归比我有办法呀 要不你开个条件吧 怎么样你才能帮我找人 不是 我 你酒量怎么样 还行 能喝点 这一点是多少 啤酒的话 一瓶 两瓶 三瓶 四瓶 可以 白酒呢 一杯 两杯 三杯 四瓶 可以了 可以直喝 够用了 是这样 你给我当个托 演我的这个公关经理 主要是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 这样 你替我喝酒 我替你找人 怎么样 成交 跟我来 我是左总公司的公关经理 我叫做林小畔 不好意思 我今天来迟了 我先自罚一壶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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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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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总 这是谁啊 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公司的 刚入职 海归 从日本爬回来的 怎么样 厉害吧 厉害厉害 那个杜总 我敬你一壶 谢谢 谢谢 显途无量 好了 来 加饭 谢谢啊 来来来 快 吃口菜 来 吃口菜 吃口菜 差不多了 那个 各位老总 俗话说得好 这女同志要是能喝呀 咱男同志就不要举杯了 我看今天要不然就 到这儿吧 对对 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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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左总 你得先让我把这一圈打完呢 你就甭管了 今天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今天要陪各位老板 把这酒喝透 喝 喝透就用 来 洪总 我敬你 好 示范 你 呃 咳 那个 别倒了 都石虎了还倒呢 你看都合成什么样了都 你看都合成什么样了都 不行了 到你了 我去 不是事 我先干为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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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儿啊 你终于醒了 你谁啊 左飞 我左飞 左飞啊 这哪儿啊 我公司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把你抱进来的 我真够沉呢 你抱我 我衣服呢 我给你脱了 你脱我衣服干吗呀 脱你衣服能干吗呀 我洗了 洗了 要飞离我呀 你个臭流合 干什么 别别别 别别别 你坐你坐 你坐你坐你坐 误会了啊 那个 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你 你真喝断片了 你就我跟你说啊 这样 我帮你 从头至尾的 回忆一下好不好 是这样 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 在餐厅碰上了 你哭着喊着 非要替我挡酒 我也不好拒绝你 然后你就 一杯接一杯 一杯又一杯 然后就一直喝 你别说 你酒量还真不错 后来就吐了 然后我就把你抱起来 把你的外套拖了 上那边给洗了 接上了吗 好像有那么点印象 你别说 这事我还真挺感谢你的 你放心啊 你那衣服要是洗不出来 我到时候陪你一点 我不要衣服 我要那十九万 要不十万也行 几十个阿姨的工钱得付啊 人家辛辛苦苦干了那么长时间 我拿什么跟人家交代啊 李小姐 你先冷静点啊 这个忙 我实在是帮不上你 如果是我们公司欠你钱 我就是砸锅卖推 也得还给你 但这事跟我公司没关系 这么着 那个包公头 我一定想尽办法 帮你找到他 你找我怎么办呢 别哭 别 你别吐啊 我给你倒杯水去 等我闻一下 稍等 我没想到你 我你都拒头 我都拒绝了你 有什么事